观众咕迷路点击上高速 大家好我是宅机社 今天我们依旧讲一讲十月心烦 虽然十月硬核烦是真的多 像什么兔女狼啦 啾啾啦 史莱姆啦 妹非妹啦 但今天我们要说的都不是他们 这部片子是我辛辛苦苦等的数年才终于如愿以偿的 估计这么一说 大家也就知道我要说的是哪一部了 没错 它就是魔法禁书目录第三季 哎 说实话 一开始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是这个样子的 然而看完第一季的我 贵贵 这到底讲了点嘛 我想大部分人应该都和我一样 没关系 第一季嘛 可以理解的嘛 毕竟八年了嘛 对不对 故事剧情应该也忘了差不多了 所以嘛 我就回去重温了一下前两季 之后再来看 我依然没有看太懂 下面大致穿插一下剧情 以及对剧情相关的吐槽 在故事的第一季中 随着老人物的纷纷亮相 嗯 等一等 一方 是你们一方 一方 一方 你死得好惨啊 哦 原来你不是一方 第一季基本就是回忆 放了点福利 秀了一波打理裤之外 还有一个长得像一方的阿姨 中了一枪 那之后 当麻就被送往了法国 寻找C文书 当麻降落失误 差点落地成河 然后不知道被什么蒙蔽了双眼 被救之后定睛一看 哇 是破解率 然后我二人在小气之后 接到了破坏敌人计划的任务 于是乎我二人便上演了一期 读作寻找线索 写作石锤约会的戏份 到处留下了他们爱的痕迹 终于来到了博物馆 只见五合为了破解一个术室 而设下了另一个术室 等等 为什么要用胖子 我读书少 请不要骗我 那么 问题来了 跪教还缺人吗 之后就跑出了一个一身绿的人 没错 从头到脚都是绿 当然 帽子也是 果然这个家伙也挡不住 当麻的友情不源拳 如果能 那就两拳 然后第一章就告一段落 平平淡淡 没有什么可吐槽的 值得一说就是那些机器人 估计都是星际玩家设计的 因为他们真的瞎呀 紧接着步入了第二章 混战 期待已久的一方大爷终于登场 按理来说 这一章的战斗应该非常精彩 哪怕没有特别大的爆点 应该也是非常精彩 然而 并没有 先不说打斗都是碾压 虽然等级差距 勉强还能混得过去 但是莫名其妙的一些弱胜强 真的太敷衍了 而且一些打斗 没头没尾 莫名其妙 搞得我还以为被和谐了一样 形成最突出的就是这几段 明显前一段 这个女的单凭体术 就可以碾压学姐 之后却突然站撞不动 一直到被插死为止 鬼鬼 怕不是看到对方 开挂卡墙地给吓掉了 哎 最惨的果然还是弗兰达 不 现在应该叫他弗兰达 不对 应该叫他弗兰达 这些路人 你们这么淡定 真的好吗 只能说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随后这些段 更是让人大跌眼睛 明明是个远程法师 非要跟人家打近战 哎 又是一个倒霉在设定需要上的 我记得上一个人就是我们一方大爷 前面这些也就罢了 一方绝对算是魔镜二号人物了吧 然而他和魔镜物质的对战更是令人发指 先不说战斗非常的短 仅有6分14秒 也就是说374秒 而且这期间还穿插了大量的设定对话 等以为一方的战斗怎么也要啪啪啪 打上个一级半级 结果就这么草草的结束了 本一场超级大战却做成了PPT 但是最后的一方还真的帅呀 用了那句话 你个大爷永远是你个大爷 可惜如果没有这个虽然很感人 但是真的让我有点无语的收尾 然后来到第七集 就开始了各种风 有这样的 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让我先笑一会儿 估计是经费用完了 然而在我看到炮姐的这一段 我瞬间就明白 经费都去哪儿了 最后总结一下前七集的感受 总体一个字 感 太爱感了 该交代的东西 他没有交代出来 都草草的略过 本应该是一场或几场的大战 却搞得像是PPT一样 在打斗中不断地解说 虽然我知道这是让观众 更加快速理解他们的能力 和解读故事背景 但是这打底下就说几句 制作组你真的不觉得羞耻吗 这种做法 我不觉得不会让人带来什么解惑的感觉 只会使一大波人更加难受 导致失去兴趣 从而起坑 一部好的作品 不应该出现这种失误 我很怀疑这个制作组 它到底有没有用心去做 这个敷衍的感觉不是一清半点 镜头风 剧情景 我姑且可以认为 工期短 经费不足 但是大量的设定不足 这就让我认真地考虑了一下 这个制作组 到底是个什么想法 直到出现了某不科学 电视头3 和某不科学 立方通行 等等消息 同样是这个制作组 我释然了 魔镜3 远比不了这几个热度 所以嘛 哎 至于你们期待的约炮3 估计也就是这个样了 最终还是要感谢 在有生之年 可以看到能动的魔镜3 至于魔镜4 我是想都不敢想 关注不明度 点击升格速 我是翟基社 喜欢本视频的 可以点击一个关注 点赞 收藏 硬币 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